几乎上就是职场 因为教会开始面临新的职场的挑战 职场的什么挑战呢 两大挑战 一个挑战 凡事各行各业都走进去专业化 专业到不行 今天我看到教医师也在这里 很感谢主 我还以为你已经不想念了 感谢主 你回来再把它念了 真的是神果要用你 在牙科方面 专业到一个程度就可以分成七八科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很多的专业现在正在分专业专精的立场之下 一直在往很专业的角度走 所以职场的一个挑战就是 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士的时候 我们的传道人在上面台上 我真不知道你们还能讲什么道 你们还能讲什么道 你们要讲一点医学的东西不像以前 你讲一点医学的东西 那下面的医学里面专家在下面 一听你就又在乱扯了 你随便讲个天文地理 你下面的物理学家坐在那边就说 你又在乱扯了 我都不知道你还能讲什么 连做个餐厅啊 都已经专业到说 不是说你会在厨房煮两道菜 你就想出去开餐厅啊 所以职场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现在一进入了专业化 所以神学里如何还是停留在 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上面 第二个 挑战 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了以后呢 越受到文明跟科学的挑战 神学又不敢太前进的去 处理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 怕被归上新派神学的角色 所以变成过去的中世纪是以贫为胜 听过这四个字吗 以贫为胜 你越贫穷 你越圣洁 你越放下属世的一切 到修道院去的时候 你越圣洁 你甚至住在柱子上面 中世纪有个神父 住在柱子上面一住 好像住了十三年还是几年 因为他希望肉体上 跟属灵上面可以跟这个世界是脱离的 好亲近我们的天主 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 但是在这个21世纪 这个00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神学院里面 也需要接受新的挑战 湾区算已经算是不错的地方了 我称他有5%的基督徒 台湾大概只有2% 其他的地区我看也都好不到哪去 还有95%的非基督徒 这95%的非基督徒呢 有95%的95% 就是这95%你的95% 都在职场里面 这个合场是我们大的 是大到是我们今天念神学院 如果你觉得你有呼召 我告诉你就在这里而已 不要再放下你所有的专业 不要再放下你们的职业 不要再放下你们的专业 不要放下神在你们身上 用了过去那么长的时间 所训练出来的专业 全部放下来 回到教会里面 做那少数人做的事 那些是留给那个 真的是有全职呼召的人 回到圣殿里面 做立位人祭司的工作 但是不需要每一个人 都这样回去 更可悲的是 有大量的人被职场刷下来了以后 一年半载找不到工作 只好拼命祷告 然后觉得神的时间到了 是不是我应该放下去念神学院 然后去做全职传道 错了错了 神要我们的是这95%的职场 你们来念神学院 没叫你们全放下 再回到那5%去做祭司 那立位人特别是拣选出来的族类 那不是我们 你们是君王 你们是君王 是被拣选出来去治理百姓的 是这95% 不要再回去那边挤 那个5%教会里面全职 搞得在LA有400位牧者 没有教会可以牧养 进不去 更不幸的是这些 受完装备回去教会 找不到牧养工厂的人 竟然再回来职场回不去 所有的专业全停 所有的专业全放下来了 只是一个观念被影响的 就是以贫为胜 所以今天我很希望 在我们神学院里面 带一点简介出来 前半段这里一点东西 我就不仔细讲了 这个是将来有机会的话 职场神学 我们可以开的一些课 包括如何在圣经里面 所有跟职场有关的东西 人家都已经整理得很好了 里面没有什么学问 只是你们没有机会听罢了 我们有机会另外再来开 开这些课就是了 有40个神机 有39个发生在职场 只有一个发生在美门的 教会门口 132个公开场合中 除了10次以外 全部是在职场中实现的 52个比喻里面 有45个比喻跟内容有关 这个我们留待以后 职场神学的课 或什么我们再来谈 耶稣的比喻里面 基本上都在职场里面 产生效果 在今天专业的职场里面 你更需要准备好 你更需要装备好 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 都是以经济的奇迹形式出现 第一个就是水变酒 大家都知道 有个神学院院长跟我 argue 因为他从传统的神学院出来 他说为什么要把这些也都归是职场呢 在婚宴上面也算职场吗 我说看你从哪一个角度看 如果你从去参加婚宴的过程当中 也许是个人家庭的activity 但是从在那里服侍这一群 来参加婚宴的主犯的这一群人 这个就是他们的职场 当他们在职场里面碰到职场的困难 我没酒了 所有来参加婚宴的人 没酒可以喝了 我的职场get some trouble了 我怎么去面对的时候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你们在职场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完了我怎么办 我碰到这个困难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也很希望鼓励大家 职场的角度完全是看 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 你发现神还要用你 不只是要用你 还有95%的market在等你 职场宣教很多的时候 也被传统的教会说 你们不过是在讲成功神学 我们要很清楚的定义 我们的成功神学 什么是成功神学 有一些成功神学 最重要被人家argue的是说 我们要神的成功没错 但是呢 是需要先投资在讲这一些 信息的传道人身上 所以这一点是被argue的 我们讲神的丰富是ok的 等一下我会解释 但是因为讲神的丰富以后 你们就得投资在这个 讲神的丰富的教会里面 或是这个传道人身上的时候 可能就有问题了 社会福音 这个也是在讲职场宣教的时候 我们最常被挑战的 所以我们必定要把这个 definition处理清楚 社会福音是在注重做好事情 来处理邪恶 但是却拒绝去处理这个灵魂永恒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社会福音 所以小心不要陷入这种社会福音的辩论里面 要清楚知道说 我们还是在处理灵魂的永恒问题 而不只是给这一些homeless吃一碗饭而已 那职场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就像今天你们假如都毕业了以后 一样要问你这句话 你做了传道人以后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做服事 你的服事的目标在哪里 你想募会 你募会的目标在哪里 你想创建一个教会 OK 你的目标在哪里 第一个 消除贫穷财富转移 是我们职场宣教 一定要朗朗上口的 消除贫穷财富转移 Peter Wagenen也在他的书上面 很清楚的谈到了一些 第二个 全地转化归向基督 这几个牧者你们不用抄 我只是随便举几个而已 有上百个这样的牧师 一起在提供 一起在追求这两个 我们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今天我也很鼓励我们在座的 除非将来你真的做了全职的传道人以外 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来讲 你要把这两个目标很清楚的 记在你的脑海里 第一个消除贫穷财富转移 是我们的目标 请你们不要很简单的就被字面上的财富 好像马上就跳出来 一个人怎么可以服侍两个神 又服侍金钱 服侍马们 又服侍神了 错了错了 不要太快的跳出这些东西来 什么是贫穷 我们要消除的是灵魂的贫穷 你承认我们还有95% 没有信主的人 他的灵魂的贫穷吗 关系的贫穷 你承认你的关系贫穷吗 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在教会 幕会幕不开来 我们有很多的服侍幕不开来 我们有很多的小组 为什么没办法成长 你真觉得只是口才的问题吗 你真觉得给你讲100场讲道以后 你出去讲道就可以变成 人人羡慕你的讲道的大牧师吗 不是啊 关系的问题 动机的贫穷 有太多的人 已经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了 为什么他完全没有motivation 职场刷下来 等着待业 失业当中的弟兄们 姊妹们 等久了以后啊 已经没有动机了 什么事都做不起 进而来 在教会服侍的同工 区牧 牧者 有多少人在动机上已经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区牧 我为什么要当这个牧师 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小组长 当这个百年的小组长 当这些 这些你自己都觉得动机已经很贫穷了 原先有的使命感不见了 后来该有的荣誉感教会也没给你 你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的责任感也出不来 整个动机是贫穷 当然更不幸的是物质的贫穷 我们看太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侍的过程 一个一个的倒下来 物质的贫穷 收入的不稳定 家庭的需要 开销的需要 整个灵里面 我称他叫做属灵的失调 又想要好 又想要到神学院来念书 灵里面知道要追求 但是物质的生活过不去 没有收入 没办法缴学费 没办法服事 整个人是没有办法 没有方选 该上个课请了不少天假 我说称他属灵的失调 今天我们做职场宣教的 这个都是我们要消除的贫穷 不要太轻快的陷入 只有只是在赚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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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你讲说只是在赚钱 我们职场宣教事情 可多的事可以做 所以我们希望消除贫穷 是因为我们神的话语在哥罗西书里面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如果你没有这么殷切的 宣告这样子的应许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基督徒呢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基督的形象是有形有体的给你丰盛 怎么会你在教会服事的苦哈哈 你出去也苦哈哈 你生活也过得苦哈哈 那到底你要叫这些外邦人 如何来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有福气的应许呢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 这个就不要抄了 我知道你们要写心得 可能会很辛苦 后面有一些重点再抄一下好了 神要我们的丰富 好像他的丰富一样 神的应许就像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人 绝对不会故意要叫你的孩子说 你穷一点吧 好有骨气一点吧 有骨气不一定要很穷才有骨气吧 我好像也没教过我儿子说 你一定要很穷才有骨气 我儿子一样很有骨气啊 当然我也没有说我儿子很有钱 但是我要告诉你是神很丰盛 祂要你像祂一样的丰盛 神也要以祂的丰盛 在我们的身上成为祝福别人的力量 如果今天你们成为传道人 你们没有祝福别人的力量 我不知道你还要做传道人干什么 Michael就常常跟我讲说 如果我们做传道人 都还需要一堆人来帮我们忙 我们怎么去帮人家忙 你都有一堆的问题 还要人家来给你解决 你怎么去解决人家的问题 你自己都制造了一堆问题 你还要说是你要是去帮人家 解决问题 那难怪人家没有人可以跟你 没有人可以因照你得着生命的改变啊 一个人的丰富 也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 而是在于他可以给多少 约翰·卫斯里也说 earn all you can earn 赚你所有可以赚的 save all you can save 除去你所有可以除去的 give all you can give 给你所有可以给的 所以我们职场宣教 不是只是在要你们赚多少钱 别把它简单就归纳成一句 职场宣教是告诉你们 可以丰富到你们可以给多少 因为我们资源越多的时候 不管我们在财务 智慧和知识各方面 就可以开始产生影响力 今天主耶稣基督 也不是光靠神机在吸引人 主要是他有那个影响力在 彼得·雅各·约翰 在后面的传道的时候 可以有三千五千个人信主 那是因为圣灵给他什么 给他影响力啊 所以今天整个职场的宣教 就是要重新在你们的身上 产生你们的power的影响力出来 否则在这么专业的社会里面 很抱歉的 太多人已经对牧师越来越看不起了 我们得一起来努力啊 已经不像中世纪的时候 看到牧师是很尊重了 是家里的教父啊 是孩子启蒙的老师啊 是孩子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father啊 婚伤喜庆都是要靠牧师 现在呢没有啦 连拉斯维加斯结婚的牧师 都是还是给了钱他就来了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去导正这样的关系 导正这样的一个 一个颓势 那你们花了两年时间 三年时间坐在这里 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丰收我们给你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 在招会的时候让你们可以有不同的天线 去接收一些不同的讯息进来 目标二 整个职场要达到的第二个目标 就是全地转化归向基督啊 中世纪 所有的服饰都告诉你们 以教会为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要告诉你 到00年代 职场的事工将会取代所有很多的社区事工 取代很多的家庭事工 因为人的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 小组已经不再是像你们现在所谓的小组 一个Facebook就可以一个小组 可以有两三百个人同时在Facebook为一件事情 get together 然后产生影响力产生power 小组的观念已经不再像你们 在家里这样开小猫来五六只 然后天天在那边拼命祷告说 主啊把人数加征给我 把人数加征给我 人家在Facebook上面弄一个group起来 谈一个职场的事情 就可以有三五百个人 同时上来join一个group 领受同样一个异象 Michael还一直说 我们祷告看看弄一个e-church e-church 我说怎么个e-church 你也太先进了吧 但是我相信总有人会突破这些 因为为什么时代在改变 时代在进步 也许真的有一天是e-church 为什么 几个指头之下 所有你们所谓的大名人的讲道 他都可以在瞬间就听得到了 那怎么办 我们怎么去克服 叫他们再来教会 已经快找不到东西了 你给他免费的午餐晚餐 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吸引人了 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想要开放给小组 人家来 人家来了还发现你家还真乱 你家还真小了 我们还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 来了一次下次再也没看到他了 所以职场的事工 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 不得不去正视他周一到周五之间 整个教会是否有这样子的延伸出去 Peter Wagner还有这些众牧者们 当然告诉我们如何重新的宣告 占领这整个职场的七个山头 当然 你有人如果要问我 为什么不是八个山头九个 我说 It's ok 不要argue这个 反正这些有领受有先知的人 说了七个山头 咱们就学七个山头吧 好不好 这七个山头就七个山头 好 那生命记七章一节里面 当然也讲到耶和华如何 把你们认为这最难的七个山头 充满了这些外邦人 神一样要用他的大能赶走这些人 但这个你们下面不用记没关系 七章一节回去再看 这个以后职场神学的时候 我们看看有机会再来分享一下 那这七个山头呢 在艺术演艺圈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presentation 就是说过去我们也看到这样山头的需要 我们在台湾跟许多的艺人 基督徒的艺人 谈如何把整个演艺界 艺术界的领头山头 如果有办法转化成为基督徒 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力 就像孙悦等等这些基督徒 如何去影响整个演艺圈 在商业各种商业的范围下面 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如何尽全力 在各个商业领域里面 各种领域里面 做leader 做头去影响整个商业 我们在教育界 如何让我们基督徒 爬到我们教育界的最高顶点 如何在教育界里面去影响整个教育的政策 如何去影响整个国家的教育的思考 如何走向基督化 在家庭方面 我们如何做出 真正的表率 而不是只是口里说 而是在每一个成功的职场里面 让他们看到 不是每一个人像王永庆很成功 就一定要三妻四妾 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家庭 下一代的孩子们 在政府 各种的政策领域下面 各种国家的内政外交上面的决策 我们如何去产生这些影响力 跟这些政治的领袖们 有随时可以影响他们政策的机会 在媒体界 现在媒体开放的时代 谁掌握媒体 谁就掌握了宣传的机会 我们基督徒如何走出这个框框 在教会里面 我们如何走出去 掌握这些平面媒体 广播媒体 所有所谓的新的网络媒体 等等 在宗教界上 这个王爷长在里面 宗教界上面 你们要做 如何要做那个最top级的 我们如何去影响整个宗教 整个神学 整个教会 产生正面的影响力 这些 都是我们七个山头 大家必须要去努力的 那在做这些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有些策略 我们承认 祷告很重要 我们承认 祷告是力量支取的来源 但是很抱歉 我并不是说不要祷告 而只是我们不可能整个教会没有主日都在祷告 我们整个教会都没有团契小组都在祷告 我们整个教会都没有行政没有主日学都在祷告 大概也不行 所以我们需要有策略 我们除了有祷告以外 我们也要有策略 那我们提出了一些plan 当然这个detail今天很抱歉 没办法讲太多 我只能点到为止 我们的advanced plan a plan 我们就是approach所有的 在已经现在在这些 城市转化的过程当中的领袖们 就刚才我们秀了很多的picture给你们看 因为这些领袖们通常处在这些权位上面 所以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办法掌握更多的这些权位上面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可以改变永恒 领袖的培训 我们叫做Beyang Beyang的计划呢 就是我们对potential的领袖们 我们做完整的训练 而不是等着他有一天被神感动了 他才来 然后放下他们的专业 然后忽然间领袖就不再是领袖了 然后又要再去做全职事奉的工作的时候 发现反而他做得不好 所以我们的领袖培训是在职场里面 培植各方面的领袖出来 C是我们的community 或是我们的sale 职场的小组 我们要成立许许多多的小组 职场的小组 打破过去现在的小组的风格 是以家庭小组为主 你是住在Fremont 所以是因为住在Fremont 所以到你的小组 但是去了你的小组 你的组员里面有家庭祖父 有engineer 有nurse 那你的话题呢 只好回到共同的话题 那就是那礼拜天牧师说什么 因为剩下的事情呢 好像大家凑不来 因为有人失业 你也不能老实在讲 谁工作得很好 那你就刺激到那个失业的 然后家庭祖父过得很好 你也不能老讲家庭祖父很好 因为有些人还在喂五斗米遮药 所以你的家庭小组怎么成长 没办法成长 只因为你说他是住在Fremont 所以Fremont就成立一个小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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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整个职场必须要突破 第一计划叫developing 是我们的人力银行 有很多的基督徒 都在各个职场上面 有银行家 有经济学家 有什么医学家 有医师 有牙医师 等等 你是否都很清楚知道 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 这些职场的 侍奉者 这些人力呢 在职场上面 非基督徒的 环境里面 他们都做得很好 掌握了所有的人力的database 反而在基督教里面 在教会里面 都没有掌握这些人力 所以空空白白的 浪费掉这些人力 一empower 人力差遣的计划 教会平均有10%到15% 是失业的 难道这些失业的弟兄姊妹们 都没有价值吗 我说no 这一些弟兄姊妹 都还很有价值 只要在圣灵的带领 在我们完整的职场 规划之下 即使这个人 暂时失业 还有30%的价值 我们一样可以让他 变成有80%的价值出来 只要我们在职场上 照我们的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的detail 今天我没时间讲 我只是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print empower的print里面 可以让很多的失业的人 弟兄姊妹 完全重新再发挥出 他们原来的价值 F兵团 这是我们的female 姊妹们 特别是在00年代 这个21世纪 哪一个姊妹 没有能力工作呢 都有能力工作 他们也都将在职场上 占有1分之1的力量 而我们教会 现在这个姊妹呢 反而都着重在 那些没有上班的 就成立姊妹会聚在一起 然后这些没上班的姊妹 聚在一起以后 这些姊妹们 都没有办法在职场 发挥影响力 反而那些在上班的姊妹们 都没有被靠进来 在职场上面 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套计划 把这一些特别是国内来的姊妹们 他们都在职场也很有 很优秀的表现 我们如何去把它转化出 这个力量出来 好 这些ABCDEF 都没记得也没关系 都记得也没关系 不管你拿到哪里用 不管你的教会是大教会 你的教会是小教会 我们都可以像 AKEA的家具一样 AKEA的家具是怎么样呢 它在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取到那种原料 它就可以在那个国家 产生一模一样的家具出来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有基督徒在 只要有我们刚才说到的ABCDE 几乎是从老板一直涵盖到下面 失业的人 只要有这些人在 这一套计划你用下去 就一定可以通的 你的教会小 就像你的家庭小 你可以买一个柜子 到AKEA买一个小柜子 做柜子 你的家庭大一点 你可以买两个柜子 三个柜子来凑在一起 还是一个家具 你的家大到要买十个柜子 来把这个墙壁都放上去 可以AKEA的家具 可以让你买一个 也可以买十个 凑在一起都是家具 你可以只做A 因为你们教会都是有钱人 所以你只做A 可以 没关系 你就买这个家具就好 你的教会都是在照顾失业的人 你拿E计划也可以 所以这里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童工 就像零主件一样 可以付换了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带茶巾 你出去了职场 你就可以传福音 你在教会跪下来可以祷告 你站起来就可以讲到 所以我们提供这整个 AKEA的职场宣教的事工 我把它翻译成 Integrated Kinetic Efficient Assembly 它是整合性的 任何一个计划 不会排斥其他的计划 不会让人家说 哎呀你们教会就只想做A计划 找有钱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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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Integrated 我们是主动的 Kinetic是有活动的 动力性的 他不是等着在 像今天教会说 你祷告看看 你哪一天你有感动 你要不要出来为教会服事 你等吧 你慢慢等吧 你等个几年 可能他都还没ready 为什么 因为教会没有跟上 整个职场的脚步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plan 是主动出击的 Efficient是有效率的 因为职场是不可能给你等 哪一个公司的老板有办法坐在那边 等天天发薪水 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做职场的时候 把这整套引进教会的里面 我们传福音也是主动的 我们要得救灵魂也是主动 整个Assembly是组合起来的 是整套计划在教会里面 完成这95%职场宣教的事工 好 转化 当然是 00年代我们谈的 我们不再只是在职场里面 讲讲新起花光 做好你每一天临修 然后读读圣经 让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 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已经走到00年代 已经不再谈那一些东西了 那些东西都是基础 你本来就应该做的 不是要再强调那些了 我们要强调的是整个转化 从个人转化教会 转化工作 转化程式 最后影响整个国家 好整个职场服饰也是走五重直视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在整个职场侍奉上有兴趣参与 你可以祷告看看你是属于使徒性的 那你就跟着我一样带个电脑到各个教会去点火吧 我们到各个职场工作去宣教 去做使徒的工作 如果你是属于传福音的那我就整套告诉你你怎么样传福音 你如果是做教师的那我就整套告诉你怎么样做教育的工作 把这个整个人转化过来 因为这整套并没有什么学问 它只不过重新整合出一个新的时代的需要而已 华德迪士奈在他还没有亲眼看到 迪士尼乐园建立起来以前 他就过世了 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 希望建立一个乐园是可以给所有年纪的人都在里面 不想回家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想 在座的每一位神学生们 每一位准传道人们 我们何尝不希望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国度 让大家都喜欢进来 所以你们今天领受的 如果也有人Amen同意 你祷告 求神给你这样的恩惠 恩典 恩赐 也告诉你自己说 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双职的侍奉者 我们跟现有的教会牧者 我们称他为全职的侍奉者 做配搭 加上剩下95%的基督徒 在职场工作的 我们称他为职场侍奉者 我们三方面完全的结合 有人该做立位人的 就做立位人 有人该做君王的 就做君王 有人该做一般平信徒的侍奉者 我们就配搭 我们创造一个 众人 就是所有的age 都喜欢到一个地方去 他就是很enjoy 最后 结论 神的丰富 不是仅止于一个人 或一个教会的丰富 而是要把许多的丰富 结合在一起 并且要产生出一个影响力 让他大到一个程度 不只可以转化一个城市 还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祝福 当我们有更多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为世人的帮助 甚至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祝福和影响 最后我们才有办法看到 整个神的丰富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是神亲自的应许 在启示录里面已经告诉我们 时代虽然一致在改变 但是神的应许是不变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谢谢主 今天让我们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领受 主你要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意向 你要让我们领受在职场里面的负担 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合场 庄稼已经成熟了 我们所要拆派出去的工人 我们所说的合场是合起的大 主啊我们如何装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只是在圣经上话语 在属灵里面操练以外 我们还更要的是接近这个职场 这个95%需要的人群当中 我们怎么样在他们当中里面发挥影响力 我们谢谢主 求主亲自纪念在座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心 他们愿意追求的心 求主你帮助他们装备完成 也让他们清楚的看见主你的带领 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职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果子结出来 有更多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靠主得胜的名求 Amen